下来关注政坛的消息 人民公正党党选战鼓敲响 高职的候选人名单尘埃落定 熟理主席职位由付出的前副主席拉兹曼 和秘书长纳都斯里塞夫丁一决高下 有了上次党选派系分裂 人员抱团出走的惨烈经验之后 这一次的熟理之战就显得更有君子风范 时评人认为党员在党选之后 要花多少时间归队统一战线 是决定蓝眼在第15届全国大选表现的关键 公正党党选正式开打 党主席拉兹斯里安华 在无人拦路挑战的情况下继续掌舵 时评人王维新认为 尽管希盟在安华领军下 败走马六甲和柔佛周选 但他号召的烈火墨西精神 在公正党内根深蒂固 领导地位固若金汤 不战而胜是毫无悬念 那么本届党选的焦点 自然落在了鼠底主席中夺战 回顾过去的蓝眼党选 拉斐兹斯和塞福丁同仇敌开 面对同一个敌人阿兹敏 随着阿兹敏出走 两名昔日战友就不得不令阻势力 兵容相见 几乎每一个党职都有竞争 更有18人参选副主席职位 张一伦在一起的这些派系 现在进行派系重组 打散了之后 他们又要各自有各自的派系 又要来对打 然后飞系的做法 就是把一个派系 有一个菜单绑起来 不能够像上一次这样高调 把自己定调成有原则的派系 如果自己是有原则的派系 就变成曾经跟他们一起 有原则的塞福丁派系 现在变成没有派系 那么你的原则跟没有原则 跑来跑去 大家只会看那个东西 叫做政客的嘴脸 塞福丁的作风 不要一个明显的菜单 事实上除了他们两个的派系以外 还会有不同的几股力量存在 所以塞福丁不要用一个菜单 来把大家绑着 所以其余的 我都欢迎你们来支持我 四年前的蓝眼党选派系 斗争激烈 拉斐兹和鲁鲁伊莎 选后双双淡出公众党主流 如今一个高调归来 角逐熟理主席 另一个则宣布不竞选高职 时评人认为 拉斐兹和鲁鲁伊莎 这部棋部署了四年 烈火墨西公主 看似但出众党 实际上是背负重要任务 如果鲁鲁伊莎竞选高职 照理他也要去打这个鼠里 就变成他跟Rafizzi 跟这个塞福丁 就会陷入三角战 以Rafizzi跟鲁鲁伊莎 合作形式来看 有各自的角色 Rafizzi未来自在必得 他要掌控公正党的 内部的操盘 鲁鲁伊莎就属于对外的 纵观历史 政党在大选前举行党选 就不可避免的 要面对派系斗争 多方势力难归队的问题 当高层同床异梦 自然就难以统一战线 迎战全国大选 王维新以民主行动党 刚落幕的党选为例 如果政党要在经历 内部厮杀后 短时间恢复元气 则需要一个能服众的领袖 公正党的内部 已经不适合再谈 到底哪一些人 还是阿森明的人 比较重要要谈的是说 公正党变得一盘散沙之后 谁能够把所有个股力量 统一起来 那么去迎战这个大选 当然这个几时解散 国会也会影响 如果公正党 才刚刚一打完掌选 还来不及归队 就要迎战大选 对公正党应该也不是很有利 行动党的党选刚刚落幕 选出了陆兆福 做这个秘书长 比较众望所归 归队的动作应该会比较快 公正党过往几轮的党选 每次都有这种 恶劣的情况的出现 所以大家也都在看 是否这一次也会变得恶劣 外界认为 上一届蓝眼党选 直接导致公正党分裂 间接促成了喜来登政变 西蒙不得不结束 短暂的执政岁月 时评人就点出 公正党选乍看之下 是全国大选前的热身赛 但是纵使内部打得火热 焦头烂额 赢了党选 输了大选 也是突然 马信社电视张艺柔 采访报道